日本半岛爆发可怕病毒,无数人类便已成嗜血丧尸,幸存者开始绝地求生大戏。 大家好,我是小洛,今天为大家带来最新丧尸日剧,与你在世界终结的日子,第一集。 清晨,修车工小白准备好了美味早餐,来到房间轻轻一吻,叫醒了漂亮温柔的女友小美。 出门上班前,小白期待地询问,今晚有重要的事要说,可不可以早点下班回家。 身为实习护士的小美为难地表示,今天一如既往地需要加班。 小美打开抽屉想跑杯咖啡,意外发现藏在里面的钻戒盒子,瞬间意识到小白要向自己求婚。 立马开心地跑到阳台喊住小白,兴奋地表示,今晚一定早点下班回家。 小白答应后,高兴地驾驶摩托离开,满脸幸福的小美则微笑地看着戒指,期待着难忘的求婚仪式。 路上,小白发现工厂排放着浓浓黑烟,似乎于是这一场灾难即将降临。 突然,一辆失控的汽车向他冲来,好在小白反应迅速,及时扭转方向,平安进入隧道。 不料,一场地震突然来袭,大地强烈晃动,导致小白翻车,并晕了过去。 不久,小白悠悠转醒,发现隧道前已经塌方,无法离开,同时信号全无,没法用手机求救。 冷静过后,小白开始自救,用塌方中的建筑钢筋挖掘石块。 四天后,小白靠着顽强的意志,吃着携带的便当,喝着收集的水,终于挖通了生命之路。 可逃出生天后,世界竟死一般的寂静。 平日热闹的大街上空无一人,到处都是无人收拾的垃圾,活物只有天空中飞过的一群乌鸦。 焦急的小白赶到工作的汽车维修店,可是这里一片狼藉,异常安静。 小白随后发现了同时腐烂的尸体,瞬间被吓得大声尖叫。 这时,身后有动静传来,好奇的小白壮着胆子走了过去,竟发现老板正肯咬着女同事的脖子。 这时,老板转过身来,露出了满口是血的怪脸。 接着,发疯似的冲向小白张开大口就要咬上一口。 好在小白奋力挣扎逃了出去,并用铁门拦住了发疯的老板。 可身后突然又窜出了一个怪物,用力一推。 怪物撞到了货架上锋利的钢条,可肚子被贯穿的怪物并没有死。 相反,再次嚎叫地向小白冲来。 见识不妙,小白撒腿就跑,有惊无险地上了一辆皮卡车。 接着,发动汽车甩掉了纠缠的怪物。 车上,小白打开广播,收听到政府宣布不明病毒肆虐,全国已进入紧急状态。 听完,小白担忧起女友小美,可前方道路已被遗弃的汽车堵住。 无奈的小白只好徒步跑回了家,却发现小美并不在家里,好在求婚用的戒指还在。 这时,屋外传来摩托引擎声,小白兴奋地跑到窗前,历尽千辛万苦,终于见到了活人。 小白立即奔跑着跟了上去,来到了对方消失前的公寓大楼前,可大门被杂物封住无法进入。 这时,一大群怪物来袭,好在公寓内的人听到了动静,随后小白在对方的指引下绕到屋后爬进了公寓里。 没想到遇到了好久不见的老同学,警察小黑,此外还有小黑上司胡子哥等人被困此地。 好奇的小白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 胡子哥回答道,病毒爆发后,幸运的人逃到了避难所,其他人则要么成了嗜血怪物,要么躲在某处等待一线升级。 一旁的眼镜书补充道,这些怪物是活死人,没有任何意识,唯一的渴望是鲜血。 一名小哥自告奋勇去避难所打探情况,众人纷纷与他祝福告别。 等待期间,小黑胡子哥吐槽着小白,两人之间似乎有什么恩怨。 黑夜降临,怪物迎来了狂欢时刻,一大群怪物嚎叫着包围了公寓。 巨大压力下,暴躁的秃顶书情绪失控,小白见气氛紧张,于是做了一桌美食缓解气氛。 吃饱喝足,众人闲聊了起来。 不久,怪物开始猛撞大门,好在众人及时顶住,最终有惊无险。 白天到来,怪物因活力下降,死散而去,可此地已不在安全,众人决定一起去避难所。 胡子哥告诉小白,打怪物头部就可以将它消灭。 路上,小白遇到了一个女怪物,手拿铁棍的她却不忍心动手。 危急时刻,小黑一枪抱头解决了怪物。 气愤的小黑拽起小白,责怪她浪费自己的子弹。 接下来,一切顺利。 日落前,众人到达了避难所,正是小白的高中母校。 可这里仍是空无一人。 小白发现,这里的医疗队是小美工作的医院, 立马焦急地冲进教学楼,呼喊女友的名字。 可最终没有人应答。 不死心的小白开始四处寻找线索, 结果发现了几具尸体。 小白强压恐惧,上前翻找, 终于找到了小美的工作证。 这时,小黑和胡子哥一跟了过来, 两人猜想,小美可能已惨遭不测。 小白坚定反驳,她一定还活着。 随后,小白来到了练剑场, 回忆起昔日与小美的幸福记忆。 原来,这里是两人高中时的定情之地, 同样爱好弓箭的两人经常一起练习射箭。 日久生情,成为了欣傻旁人的恋人。 另一边,同行美女长发妹独自去厕所方便, 路上被美妙的钢琴声吸引, 好奇的她寻声而去。 可翻开幕帘,未见弹奏之人, 只见一大群等待猎物的怪物。 长发妹见识不妙,转身就跑, 已经发现她的大群怪物紧追不舍地跟了上来。 长发妹边逃跑,边拼命呼救。 同行者小帅听到后,立即赶来搭救。 没想到,她还是个功夫高手, 推来了桌子挡住了汹涌而来的怪物。 其他人见状纷纷开始逃命, 小帅则选择殿后, 一个又一个帅气飞踢, 打倒了连连不断的怪物。 可长发妹还是被漏网的怪物追上。 更悲催的是, 她因害怕腿软摔倒, 小白英雄旧美, 帅气射箭, 郑重怪物脑袋, 拿到手杀。 随后, 众人逃到了一间教室里, 外面则是大群渴望鲜血的怪物。 末日压力下, 长发妹不堪重负, 祈求小黑开枪帮她解脱。 小白健壮安慰道, 不要轻易放弃, 与此同时撤下窗帘开始自救。 众人将窗帘做成绳子, 想要借此爬下楼求生, 可下面也站满了丧尸, 一时间众人陷入绝望。 另一边, 同行的一对母女落难, 母亲侥幸逃脱, 女孩小月却被怪物缠住, 担忧的母亲祈求救救女儿。 善良的小白勇敢地站了出来, 通过绳子降落到了一辆救护车上, 怪物随即围了过来, 小白则声动击息, 成功引开怪物进入了车里。 一番寻找后, 找到了一包血浆, 接着又跑到了另一辆救护车上。 这时, 小帅将弓箭抛给了小白, 而小白则将那包血浆扔到了不远处的车上。 紧接着, 一件射破包装袋, 怪物瞬间被血腥味吸引了过去。 另一边, 被怪物追赶的小月向小白求救。 小白发现, 怪物是之前去避难所打探情况的小哥, 顿时有些心有不忍, 可为了救小月, 还是放出了弓箭, 一箭抱头。 小哥倒下, 小月则因此获救。 画面一转, 所有人都回到了教室。 小月妈感谢着小白的救命之恩, 小白则看着戒指, 担心着女佣小美。 另一边, 小黑利用教室里的无线电与外界联系, 尝试一番后, 竟联系到了小美。 小白听到后, 立即冲了过来, 焦急地询问爱人是否安全。 小美则表示, 自己被困在了港口的一辆车里, 外面全是胡适淡淡的怪物。 随后, 无线电中断, 失去了联系。 镜头一转, 厉劳里囚禁着一群怪物, 卷发博士站在上面, 看着这些实验品, 似乎这场席卷日本的灾难是他所为。 第一集的故事到此结束, 因为本片的设定不知丧失为何物, 所以出现时暂时用怪物代替。 好了,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,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击关注, 我们下期再见, 拜拜。